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肃秦当中的战力排行 本次纯属个人排名 然后可以不择手段 只限定单打独斗的实力 对于一些特殊角色 不知道详情的 比如魔王的女儿 魔王城 看门的某最强魔法使 红魔族的未知村民等等 都排除在外 还有厄里斯大人也不算在内 另外巴尼尔的残疾 只限定10个左右 好了开始吧 第十位 何真 说到何真 不管怎么说 何真一个人一直能用一些小手段 苟且求生 并且用头脑打败各种敌人 他特别擅长对人战 在与预见的两次对决中都取胜了 此外 在第十四卷中 他毅然打倒了芬莉尔 虽然有一些运气成分 但他的自我回避等技能也相当有用 此外 像偷窃和束缚这类技能也非常有效 生命吸取也很强大 何真还可以通过潜伏这种技能逃跑 在原作中 他甚至学会了传递逃跑 尽管预见可以一击打败龙 虽然何真 赤手空拳肯定打不了龙 但何真在有魔力晶石的帮助下 能使用暴力魔法 所以最终眷石的何真 应该是可以战上龙的 当然赤手空拳肯定不可能 总的来说 何真是个虽然经常死掉 但是却能让人感到心安的角色 所以我把他排在了第十位 第九位 阿库亚 他特别克制魔王军和魔物 但在其他方面则不那么强 然而肃琴当中大部分强敌都是魔物 所以尽管他对非魔物系的表现一般 我还是把他排在了这个位置 他可以通过反射技能 反弹魔法攻击 或者给自己施加支援魔法后 直接上去给他一拳 但由于阿库亚智力较低 他难以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 如果只论技能的使用方法 杰斯塔可能会比他更强 不过他的等级比这些人更高 而且阿库亚登场会更有趣 所以整体要超过杰斯塔 另外阿库亚对合真的一些小手段 也有很好的应对能力 如果认真战斗 他也能制服合真 所以他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第八位汉斯 他拥有触碰即死的猛毒 几乎不受物理攻击的影响 对魔法攻击的耐性也很强 不过汉斯似乎不太擅长远程战斗 虽然在动画中有所改变 但在合真他们逃跑时 汉斯并没有追上去 如果他有远程攻击手段 应该会在那里攻击才对 由于他的猛毒非常强大 他基本只能靠触碰或投掷自己来攻击 虽然变成怪物后的他更加强大 但由于动作变得非常单一 反而更容易对付 由于他有相当明显的弱点 所以排名在这里 尽管他非常强大 只有强力的魔法才能对付他 但由于他不擅长远程战斗 所以评价可能比实际实力低了一些 第七位 席维亚 他与魔术师杀手合体后 几乎对魔法攻击完全免疫 对魔法师拥有无敌的力量 然而面对非魔法师的席维亚 就没那么强了 何珍用炯炯玩的攻击 对他来说太弱了 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攻击参考 不过他可以轻松承受何珍的权力一击 这也侧面显示出他的力量 虽然有些件事可以使用类似斩击的攻击 但那应该是算作魔法的 如果算作物理攻击的话 维亚可能会被轻松打倒 不过除了那些可以施展斩击的变态角色外 面对普通的物理角色时 维亚也可以使用非常强大的魔术师杀手 进行物理攻击 综上把他排在这个位置 第六位魔王 魔王的巅峰期已经过去了 他的强大在于能够强化手下 所以他不是那种亲自上前线战斗的类型 不过他曾表示 自己以面前对剑士时用剑 面对魔法史时用魔法 会在冒险者擅长的领域 把他们逐一击败 魔王在于何珍的战斗场景中 展现出了强大的魔法量 虽然巅峰期已过 但他仍然能徒手捏碎石魔的头颅 显示出相当的万力 虽然何珍最终战胜了魔王 但那是因为有阿奎亚的弱化辅助 所以我把他排在这个位置 魔王并不是专攻某一领域的角色 而是综合实力很强的角色 第五位 贝尔迪亚 贝尔迪亚的剑术在魔王军中是最强的 但他的最强项并不是剑术 而是死之宣告 这个死之宣告强大到只有阿奎亚才能解除 在何珍他们到来之前 他已经杀死了许多拥有外挂能力的日本人 那个追杀人类时期的维兹的人也是他 尽管阿奎亚对魔王军的克制能力过于强大 导致贝尔迪亚的评价有所下降 但贝尔迪亚确实非常强大 不过这个死之宣告是否对所有人都有效还不清楚 比如对巴尼尔可能就没效果 而且死之宣告需要多久才能生效也不确定 比如是否最快一分钟就能生效等设定也是个谜 他可能享受的是给敌人一些喘息的时间 然后再城堡迎接他们 贝尔迪亚退场较快信息较少 但就算从这些少量的内容中也能看出他的确很强 第四位 沃巴克 他会使用暴力魔法和传送 乍完就传送的简单但有效的战斗方式 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由于他能这样操作表明他的魔力超过了维兹 但维兹拥有生命吸取可以吸收魔力 所以在这方面并不会被比下去 沃巴克拥有神格 魔力可能与阿奎亚相当 沃巴克曾独自一人将多名拥有外观能力的日本人逼入窘境 除了暴力魔法 他还能使用传送等多种魔法 这样完就传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高的防御 尤其是暴力魔法有着极远的射程 利用风筝战术非常有效 然而由于目前他处于半身状态 因此无法完全发挥实力 至于他和维斯是更强 这还是个谜 但如果他能够完全合体的话 可能会超过一字 不过由于信息较少 所以我暂且把他排在第四位 接下来是前三名 第三名维斯 物理攻击对他几乎无效 只有魔法武器 才能对他造成伤害 更厉害的是 他只要触碰对方 就能让对方中毒麻痹或者诅咒 面对普通人类或者怪物时 甚至不需要使用魔法 只要触碰就能解决对方 这几乎是一种作弊般的能力 此外他还有生命吸取这个技能 即使面对魔法防御高的对手 也能瞬间击败对方 而且作为魔法使 他也非常强大 维斯在第一次成为巫妖时 就曾闯入魔王城 与多名干部对抗并获胜 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虽然我认为 如果他全力对战巴尼尔 但考虑到巴尼尔的强大 应该是五次中能赢一次的程度吧 第二位 巴尼尔残击石 巴尼尔的强大之处在于 他的看穿一切之力 可以看穿对手的行动思维 未来和过去 他还拥有几种 只有自己可以使用的必杀剂 基本上都是即死技能 此外他可以附身在对方身上 并且拥有多条命 因此几乎是不死之身 但是巴尼尔也是有弱点的 巴尼尔并不能看穿所有人 如果对手的力量高于他 他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此外 他的防御力并不是最强的 达尼克斯虽然被暴力魔法重创 但仍能勉强撑住 汉斯也能在几乎致命的暴力魔法 攻击后幸存 但巴尼尔却因暴力魔法 失去一半身体 虽然巴尼尔拥有褪皮这种防御技能 但褪皮后的巴尼尔 很容易被阿库亚捕获 这样他在防御方面显得有些脆弱 当然巴尼尔的本体一直在地狱 所以讨论的只是巴尼尔在地上的分身 巴尼尔活了很久 战斗剑丰富 依然是非常强大的 第一位 爱丽丝 在第十六卷中 与魔王之女的战斗中 爱丽丝与圣凯埃鬼斯合体 并手持那什么圣剑 这个完全形态的爱丽丝 不仅免医魔法和技能 还具有自动愈合伤口的作弊般能力 爱丽丝是爱丽丝的铠甲 那什么圣剑是一把剑 具有保护持有者 免受各种状态异常和诅咒的能力 巴尼尔的攻击很强大 达尼克斯被一击击中也会昏迷 但巴尼尔的杀人光剑和诅咒等攻击 对有了爱丽丝和圣剑的爱丽丝 应该是无效的 爱丽丝的装备 是由阿库亚等神明一方提供的 应该能非常有效地对抗恶魔的攻击 不过 尽管爱丽丝的防御力强 但仍能坚持住并且能迅速自我愈合 此外 即使是没有装备的爱丽丝 巴尼尔说她也是难以用能力看穿 所以装备万全的爱丽丝 巴尼尔完全无法被看透 尽管巴尼尔的多条命是她的强项 但对装备万全的爱丽丝来说 巴尼尔的攻击是无效的 而且爱丽丝还可以使用 蕴含神圣力量的圣光雷击 这应该能击败巴尼尔 爱丽丝与巴尼尔的十条命的战斗中 爱丽丝能胜出十次 虽然巴尼尔的魔力更强 但如果不能看透爱丽丝的攻击 她还是会被击败 爱丽丝和圣剑的组合非常强大 因此我认为爱丽丝可能是作品中最强的角色 另外如果没有神器 日本转生者也就是普通人 就不再讨论范围之内了 所以排名全都取角色 能够使用神器的情况 不过作品中能穿上爱丽丝 自由战斗的角色只有爱丽丝 悠悠虽然穿过爱丽丝 却无法使用其能力 所以我没有考虑悠悠穿上爱丽丝战斗的情况 如果只考虑爱丽丝和圣剑这两样装备 爱丽丝可能会击败魔王军中的 塞琳娜 魔王之女 席威亚 贝尔迪亚 沃巴克 维兹等角色 能够击败爱丽丝的角色 可能只有巴尼尔和汉斯 巴尼尔或许可以看透爱丽丝的攻击并躲避 而没有装备的爱丽丝可能会被一击击倒 汉斯几乎不受物理攻击影响 并且对魔法也有着很强的抵抗力 尽管爱丽丝会使用魔法 但我认为汉斯能撑住 并且使爱丽丝耗尽魔力 像维兹那样能将敌人冰封的魔法 可能会对爱丽丝有效 但目前本作中还没有这样的描写 维兹和沃巴克等角色 因为拥有远程攻击手段 可能会对爱丽丝构成威胁 但爱丽丝也有远程攻击手段 因此爱丽丝依然非常强大 尽管远程攻击手段上 魔法确实更占优势 而且可以利用传送逃跑 不过爱丽丝也能使用之前提到的 圣光雷击这种魔法 威力虽然不太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种魔法蕴含着神圣的力量 如果是亡灵类的敌人 就会被一击击败 因此如果与爱丽丝拉开距离 并使用暴力魔法 维兹和沃巴克或许能赢 但能否命中是个关键 至于人类形态的沃巴克 是否能赢还不确定 不过巴尼尔无法看透维兹 但能看一点爱丽丝 因此在单纯的战斗力上 维兹可能胜过爱丽丝 在之前预测中 输给爱丽丝的贝尔迪亚 如果她的死之宣告 是被爱丽丝的圣剑挡住的话 战斗中爱丽丝的圣光雷击 或其他远程攻击 会对贝尔迪亚非常不利 尽管贝尔迪亚是亡灵 有很长的寿命 所以剑术等技巧经验非常高 但在拥有远程攻击手段 和致命必杀技的 爱丽丝面前 她还是处于劣势 贝尔迪亚虽然对魔法 有很强的耐性 但面对爱丽丝的快速物理攻击 可能会被惊异击败 塞琳娜因为战斗力较低 更不是对手 至于魔王之女 因为资料不足不太好评价 但在爱丽丝拥有装备的情况下 她确实处于劣势 值得注意的是爱丽丝的铠甲 爱丽丝有一个潜在弱点 在阳光照射下变得非常热 导致里面的人中暑 这也会影响爱丽丝的战斗表现 不过我猜测 爱丽丝对火星魔法的热量 有一定的耐性 因此不用火星魔法 直接在大太阳的天气下战斗 就能使爱丽丝容易疲劳 好了 今天暂时到这里 还望多多点赞支持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你的小铃铛 届时我们再接着细聊 随时关注我们 弹幕会议带来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大幕将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